露光鄉的客戶在山頂的三奈客 是南島館來很少的觀光金點一日 因為真風味的代主人心態 總是輕到很多觀光人條 為了比有多一個人也能感受到代主人的水 理會員林明真希望可以做南車 對客戶直接打通到三奈客 帶動到東地觀光 自然的景觀點有水漾森林 還有千輪洞還有民業大神木 另外一個紅塊人工造林 都是相當的美麗 我們可以透過南車 讓所有觀光客一站一站的 下來欣賞它的景點 然後再繼續乘南車 往阿里山最後面來行駛 為了要得到交通部的補助 另外的民進就載到交通部長來到三奈客 聽觀光處的幹部 也載到農委會林部局 交通部觀光局 頂上官黨會做回來實體探索 交通部長表示 目前幾位路線 大部分都是民甲地質 他們主要是在開發有相當的困難度 不過他們還是會去進行的平衡 目前這裡面呢 目前的三條路線 下面都有經過地質敏感地帶 所以我想要進一步的調查 像這個地質敏感地帶的話 如果是地質敏感的話 可能要規劃一些不一樣的路線 避開才有可能 另外它的一個是地質敏感度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它牽涉到農委會 台灣大學嘉義縣跟南投縣的 這個四個單位的土地使用的一些協調 這個可能也會是相當巨挑戰性的工具 透過可行性的評估 然後呢 再一個先起作業 然後再協調有關機關來同意 然後呢 就來開放VOT 讓有意願來做的 這些公司來投資 高東部進一部計算 雖然部進拼勾是有困難度 但是要進行的粗部的幾位 一步一步來進行 反正未來的第一段 氣候就困難 促進了三人開攬車 記者在我們聽採訪報道